事後不得了魚鑽因為地理關係 長期都來受到豪水和老水的影響 讓魚鑽接收的狀況非常嚴重 每一年所存的經費不足 變成一年所存 沒辦法一次全民所存 所以就像今年所存 然後今年所存完成 不用再多一時間 再積土回去 也是一樣 所以效果不太好 魚鑽接收 造成魚鑽的不方便 除了影響到魚的山頂衣瓜 同時也危害到魚鑽的死命安全 魚鑽每一回就是要出 那些織業都會叫撤的 都要等大樓 大樓有時候還不能出 要拖出去 對魚鑽接收很不方便 經過這幾年 蝦翹師博助管發經費 管發來接行所存 但是魚鑽一直說 蝦哥不好 緊急所存工廳已經穿了幾週了 不過在地民眾表悉 蝦哥不是真理想 清整個煎 清清都不好 因為他有刷桌嘛 刷桌你現在又清清 現在風又來 趴趴地走下來 走下來就又戳掉了 戳掉你又要錢一趴就百個案了 不好 清清的他現在東北之風來 現在刷他又會分下來不好 你怎麼清也不好 為他的辦法就是 做這個提供又延伸出去 為頭正打路線才好 保留行得不整個在進行緊急收準工程 不過市民跟在地民眾希望相關單位 應該出來協助關心 不只是維持市的善良 最重要是保護市民出海時的死命安全 記者的觀眾朋友 彩虹不得